Hello 欢迎大家又来到松仔和松他的Channel 昨天有观众说松仔你已经三天没换过衣服 所以我刚才特意去换了衣服 是没错 我是有四天没换过一件Jumper的 松他也不弱啊 两天没换啊 第二天而已 主要我们今 因为这段时间冷 一冷你就 整天要穿着Jumper 不是 我衣服没出去的 拿起手 有哪件呢 就会穿哪件 这个就是个问题来的 纯粹是懒的 昨天我们出Amazon那条片 发现有点点错误 我需要修正一下 还有也有一些观众 是有一些request想我讲一下 他们有一些产品想买 所以我今天也会介绍一点点 第一样就是昨天我们有讲关于 那个Banadol的抗敏感药 是买5磅半的 30粒 是的 但是那个价钱原来是要 每个月subscribe你才是这个价钱 哦 即是你要去到这个世界很敏感 每个月 每个月都要 每个月都要拍 每个月都要拍 他说见你这么可怜 每个月都敏感 每天在家里拨 便宜点给你 但是如果你是不subscribe 买一次性购买的话 是 那就是6磅半的 哦 都便宜的 是的 都便宜的 就是都不会惩罚你 吃少一点 贵少一点那麽多 但是我都觉得是一个划算的选择 另外就是 那个sale是去到25号才完结的 就是大家看这条片 还有24小时是可以去购买 那另外还有一些购买 就不是特别划算的那些 就可能会去到月尾才完结 那所以大家都还略略有时间的 那另外其中呢 有一个产品呢 就是那些 观众想我说 松仔我家里很想买sambar 但是他选择来选择都不知哪一款好 因为我都发觉有这个问题 因为买sambar在英国 是很多时候会 就是有很多不同的款 有些贵有些便宜 但是你听上去就条条都差不多的 那我自己就 我没有很认真去研究 每一条输出的功率 是不是真的听到超级度比环会立体 不过呢 我家里就买过三款的sambar 现在是在用着的 一款呢 就是Samsung的 Samsung我就放在客厅那里用 那就是一条过sambar加一个bass 第二款呢 就是Boss的 很多年前 我想五六年前买的 那Boss那个呢 就是只有那条sambar 那我就贪心它 就连那个smover都没有 是啊 就这样放在电视柜那里就用了 但是那个sambar 始终出来的bass 是挺远的 如果你是叫做比电视声好一点 但是如果你说你真是追求 at least都有点蹦蹦声的话呢 那Boss那条就应该不适合的了 那另外第三款我现在用的呢 就是在我的studio里面呢 我有一款是Sony的 Sony就是5.1的sambar来的 它是什么5.1呢 就是前面是sambar加smover 它后面还有一个Wireless的机呢 就搏着两只小小喇叭的 那就不需要在一个电视那边 再拉条线过去后面 后面就用WiFi去接收那个声音 我觉得整体来说OK 但是那些声音实了一点 就是我坐在那里呢 我只是听到环回的话 就是听到左和右 或者是前和后 那你说再细致一点的 其实就不是太觉得的 我也都不觉得那条sambar有 特别明显 就是靓的声音靓得很重要 当然它不差啦 但是你说它是不是真的 比那些就这样一条过的那些 靓很多呢 我又不觉得特别的 不过你会听到那些声音 在后面里来啦 这个是真的 但是那条就比较贵啦 400多500磅 那我今天也想介绍一条呢 就是Samsung的Q600C 那是3.1.2频道的 那它就说它自己支持Dolby Atmos啦 Dolby Atmos其实你基本上 现在Amazon Prime啊 和Netflix呢 都有支持的啦 就是打开那个APP呢 你就已经可以用到啦 那这一条呢 就是我在听到用那条的 新一个型号 哦 那现在呢 它就是由原价的599.99 减到239的 那它是一路减下去 就是它之前是500多减到400多 400多减到300多 300多减到200多 但是呢239这个价钱呢 就是最低价啦 就是在现时为止 见过是最低的 就算PRIME啊 或者Black Friday呢 都没有低过这个价钱的 那所以如果你有兴趣 你可以考虑它啦 因为我自己就比较喜欢Samsung啦 一插即用 是你不用烦的 不过我有用过一只旧型号呢 也很旧啦 在七八年前 刚刚出Soundbar母那时候呢 那一条呢 就整天的Subwoofer 和Soundbar就 就connect不了 分开了 就只有Soundbar母的Subwoofer 那但是 之后那一代呢 就已经有改进了 我到时都没有试过出事 那所以我相信新的一代呢 应该的reliability 会再好一些的 第二个产品呢 就是我们昨天讲漏了的 那立刻有网友呢 就提醒我啦 因为这个产品呢 其实每一次 Black Friday啊 或者是Prime呢 都是非常之受到家庭主腹的喜爱的 那就是这个Instant Pot啦 哦 这个呢 Exactly就是我们家里的那个 那这个是最原始版本 是啊 那它就分三个Size啦 3Lit啦 5.7Lit 和7.6Lit啦 那我们家里用的那个都是5.7Lit的 嗯 那现在呢 就做着Spring Deal 特价就是64.99元 那这个呢 不是它史上最低的价钱 不过它史上最低的价钱呢 是讲的 已经是四年前了 2020年的时间呢 嗯嗯 我又见过它是低过这个价的 那但是你现在很难回到四年前啦 那但是近这一年来呢 我相信64.99元就已经是它最低的价了 我和松太买的时间呢 它是44.99元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不是在Amazon 还是在Costco买 在无意之中看到它清货而已 是啊 但是Costco已经不存在了很多年了 这个Instant Pot 也都我不相信 这个款啦 是的 我应该不会翻货 因为我出去网上看 譬如John Lewis那些 都在买77磅99元 74磅99元 就是最便宜都要70多 嗯 其他有些是80多磅 所以如果64的话 其实是值得买的 因为这个Pot呢 其实在我们家里 除了F5呢 就第二样必用的东西 那么 最好用是什么呢 对香港人来说 煲汤 我告诉大家 Instant Pot煲的汤 是非常之浓郁的 无论你煲什么汤 我们有时煲一些西式汤 有时煲一些青红萝卜汤 或者是什么花生眉豆 煲鸡脚 你很多时候 中式汤有一个问题 其实是汤也有一个问题 就是 你通常隔夜才好吃的嘛 是的 隔夜才会煲到奶白色的嘛 嗯 但是Instant Pot是不用的了 我想跟大家说是 你那一天煲是 煲三个钟头 两三个钟头 哪里需要那么久啊 都不用啊 不用那么久的 因为实际操作是你的嘛 实际操作是呀 譬如我煲罗送汤那样 我想我是用20分钟 用Steel Function 就煲好了 就煲好了 因为我家里很喜欢喝罗送汤的 但是呢 就每一次煲 以前没有Instant Pot的年代 就一定第一次 第一日煲 无论是煲几个钟头都好 都是不好喝的 一定是那些萝卜硬生生的 就是有些青味的红萝卜 出不了就没有的 那些水又很清啊 这样的感觉的 但是自从用Instant Pot之后呢 第一日就已经煲到那些薯仔是没了 就是我唯一的投诉就是 那些薯仔整天被它煲到 切大够一点 是 煲到溶了 是见都见不到的 另外就是炆一下牛腩 炆一下牛尾 炆一下牛尾 煲粥啊 煲粥一流啊 小时候那时候煲粥的妈妈教你 为什么要棍掉这匙 它就不会黏底的嘛 就是如果用煲的话 这个不用的 这个不用的 从未黏底的 又不用看货 很好 那多久才能煲到粥呢 我想都是20分钟啊 都是20分钟 快点 很省水省力啊 就是我觉得这个Instant Pot Air Fryer 和微波炉 堪称这个家庭主腑 最伟大的三大发明 微波炉都不用 只要instant pot和air fry已经够了 这两个是21世纪最伟大的家庭厨房用品 不过松他我有点想问你 题外话 就是香港人有一期 是刚刚移民来英国的时间 很经常就会特意买一个叫做 不知什么小美这样的机过来的 那那个机就是你如果切好那些东西 你扔下去 接着他自己就会帮你拌 接着自己帮你煮这样的 很大座那个观过的 很贵的 说要二万多元三万元 贵到整个按摩椅这样的 然后就说很神奇 你扔掉所有东西 自己会炒一碟东西出来 煮一碟饭 就是煮一碟送给你 但是我就有一个out of the 地方了 就是我每一次听他们形容 他们都是说你要跟他步骤 他会告诉你什么时候下什么 但是你都是要切 都是要洗 那其实你人手做的东西都很多的 那既然 其实我见到他的mechanism 那他其实只是做搅的功能而已 那他只是代替了你的手搅的动作 那我为什么要那一步东西 我一直想不明白为什么一定要那一步东西 就是他方便了哪个位置 但是你和Instant Pot不同 因为我没用我真的不知道 因为Instant Pot那些 你是本身可能要四五个小时的东西 它浓缩到剩下20分钟 我们试过以前买那些压力煲 但是压力煲都不行的 压力煲你都是要 hold住压力给它 等浸在那里 都要几个小时的 但都不是说二三十分钟可以搞定的 Instant Pot最厉害的就是 instant搞定别人 压力煲要搞几个小时的东西 那一刻才疯了 但是那个小美那些几万元 它是不是真的可以代替到你呢 其实如果你看那些食材 那你看YouTube就可以了 它都会告诉你 你煮五分钟就下这个 煮两分钟就下这个 其实都很清楚了 我听过那些妈妈说 那个小美煮出来的东西 是比较日味或者炆东西是好一点的 我不知道啊 我没试过啊 会不会有人做一集呢 直接拿个小美 就拿个跟Instant Pot对决啊 就是我只得Instant Pot和Fi 我做不到 就对决你二三万元的小美机 是 然后制作同样的东西出来 就是看看哪个好吃点 就是这个是一个好的题材 就是如果我点曲街的Martin 有看过我这一集呢 或者有人告诉他 就是那些厨师专做这些那些呢 就是试一下这个照片 就是看看做出来的效果是会不会差很远 因为我真的不知道 可能小美有些功能是我和你没认识过 因为我不会 如果真的好的话 它又要跌钱了 为什么呢 为什么我跌钱呢 那我就要了 那你 你六十几磅的 你买回来 就算真的觉得是垃圾 你也是输六十几磅的 对吧 那我端猜都不会输六十几磅吧 你一个小美那些二三万元港元 二三千磅 英国还未必有得买的 的情况下 你买回来 你就 哇 输就输得很严重的了 一定要用一句总 你要真的很好吃才能抵得那些价钱回来 另外呢 想提提大家 因为很多人问我呢 松泰那个Shark的牌子那些吸塵机好没有用 因为有时候见到Costco也得买 Amazon也得买 而且是买得特别便宜的 譬如它可能有一些 好像Dyson那样的款式 但是说Dyson的四分一五分一的价钱就已经有了 那是不是真的做到它的东西呢 因为松泰在这个吸塵机界呢 都用过不少款式 我之前也有展示过 在松仔的家里有那么多吸塵机的 那因为松太太用过Shark的产品 那她就发现Shark除了容易坏之外 是吸得不干净 那我们用过一款而已 你那款是手提的那款 Wireless的 折埋那一部 我不记得了Model的名字 是啊 总之每一次吸塵 你都会有少少抗拒用它 因为你会明知它是吸完的 你都还要找另外一部机来收拾它首尾的 所以我自己呢 个人来说呢就不是太推介这个牌子 所以如果大家 就是看到是不是价钱低就去充呢 去买那样东西呢 那其实有时候就真的未必是 那说起Amazon呢 就是Amazon很多人都会 是要加入一个Prime Membership 好像我们那样 我都说过了 我们是不可能没了它 那但是Amazon Prime呢 最近有报纸报道 就去研究 究竟Amazon Prime的月费是抵不抵用的 因为Amazon Prime呢 以前呢 我记得就好像是五六磅一个月 即是便宜些的 现在要八磅九九一个月的 那如果你十二个月 你不是一次过给你 你逐个月给的话呢 你就要给一百零八磅 即是都挺贵的 九磅一个月 九磅一个月 那如果你一次过给的话呢 就九十五磅一年而已 那就会较为抵少少 那但是呢 Amazon Prime呢 就和其他的Service有些不同 譬如你Disney Plus呢 现在就是四磅九九 Netflix呢 都是四磅九九 Apple TV呢 就八磅九九 Apple TV最不值啦 很明显 没看 只得电视体都八磅九九 所以我是没有参加Apple TV的 但是Amazon Prime呢 就除了是有 电视Prime的那个电视体 它还有最紧要就是 翌日Next Day Delivery 是啊 还有一些Prime Deal 其实我最紧要就是 Next Day Delivery 还有Prime Music的 Prime Music 你有用的 松太有用的 因为我们家里有那些 Echo那些东西 晚上都会用的 是啦 晚上睡觉的时候 叫他播一些 有的那些 是啦 他又会自己播 大得英文歌 所以对香港人来说 未必太有作用 就是除非你喜欢听英文歌 小朋友歌都有的 但是你要额外 Join的Premium那些 譬如你有些歌 他未必可以听的 但是呢 2023年9月开始 Amazon呢 对于他的收费 有一个调整 那其实就令到Amazon Prime 就没有那么划算了 Amazon Prime 除了包电视 音乐 还有送货 那他还有那些 他还有一个 Storage的上传 就是放一些照片 拍摄 iCloud那些东西 那就是他有 有几个功能 其实都很少用的 我都不太记得是什么 总之就 比较少用 是啊 但是呢 原来我现在才知道 如果你在Amazon Prime 你买东西低过20磅的话 是 而你又想他即日即隔日送 很快送到来 是啊 你是要额外给多1磅99的 delivery charge 是吗 是啊 2023年9月之后 难怪我试过 明明是Prime 我一直都以为 是完全 就是所有东西有Prime 就一定是将来到的 是啊 理论上 原来不是 就是原来有些是会收 少过20磅收你1磅99的delivery 是啊 少过20磅收你1磅99的delivery 那另外呢 也都是 有某一些产品呢 如果你要特快到的话 他都要收你钱 就是就算你过了20磅也好 某一些item 是 你要特快 就要额外再加1磅99 那我就不是很记得了 因为我通常按了 我就按pay 那就完成了 通常见到Prime你就知道5天到的了 是啊 我就很少去看1磅99的价格 那原来都被他fake了 都有半年时间以上 那但是说起Armazon的服务呢 就不是说真的一定是保证安全 和一定可靠的 因为据这个Guardian呢 在去年年底的时间呢 就做过一个报导 那这个报导呢 就是说Armazon呢 就曾经试过很多次呢 是有人收到包裹 那但是包裹呢 就不是他的包裹 又或者没有收到他要收的包裹 是 就是怀疑可能被人偷了 甚至呢 就算在Ring里拍到 因为现在呢 就很多送Armazon的delivery delivery的driver呢 曾经试过做一些什麽事呢 就是第一 如果他知道你的货品 是一个高价值的货品呢 他就将它偷龙转缝 是 就是换了里面的东西 就好像出iPhone那时候 是啦 甚至可能连同了 里面有某一些的职员 因为 Armazon的包裹是密封的嘛 你很难你怎样撕了它 再盖上 盗子还有一些绳子 可能当初在封条之前 就已经被人偷龙转缝了 都不出奇的 是 另外第二呢 就是 他可能是摆了在你的门口 拍了一张照 然后拿走它 就是他证明了 他送给你 接着拿走它 我曾经收过有些网友 就投诉 就说他是见到CCTV 看着他摆下来 拍了一张照 拿走了包裹 是啊 他连钟都没按 到他走出去的时间 根本没有东西在地下 是 那接着他们就去联络一个Armazon 那Armazon呢 就竟然要求他们 是要提供这个 就是报了警的那个crime number 要你报警 是的 还要警察出一封信 证明你的货品是被盗窃 Armazon才肯退款 真的吗 是啊 Guardian是这样报道 因为我曾经有很多人问过我 但我都回答他们不了 因为我都没试过 因为第一 我没试过这样的情况 第二 你给了我 我也不知道怎样做 因为你只可以 一般来说Armazon那里 你都是按那个item 然后找他的客服 要求refund 或者货没有到 你问他去了哪里 是的 一般都是电脑 就是AI跟你对答 是的 又或者他之后找个真人跟你对答 你都可以request他的call 打电话给他 都可以的 是的 但问题那个就已经是 你的投诉的终点 就是你只能够这样做 是的 如果他这样拒绝承认责任 也都不肯赔钱给你的话 那其实你真的很难追的 是的 我刚刚都见到有些网友说 不知道买了500磅的东西 就来了5磅的东西 都有 然后问怎么办 那其实真是 目前为止很难说的 那根据Guardian的报道 就有律师就研究过他的case 就发现其实呢 这个是违反了英国的消费权益的法例 哦 因为关于相关的法例里面呢 是指明呢 如果那个商家送了货出去 而那个货是失了 不见了呢 商家是有责任要联络 那个delivery的公司 去搞清楚那件事究竟是 怎样会发生的 是啊 如果他找不到那个原因 或者找不到证据 proof那样东西发生呢 其实他理论上是要赔给客人的 是啊 那但是Armason呢 就拒绝这样做 是 就是他是伺着自己比较大一些 是 大型的 所以呢 一直都没办法是可以跟着到这个问题 那有律师就提出呢 如果你想保险一些的话呢 就最好不要用debit card去买Armason的东西 哦 或者任何网上产品都是啦 用credit card 用credit card 是的 因为如果credit card你没有收到货的话呢 你可以向银行就跟他说 这个是一个feft 又或者可能被盗用等等 是 有机会可以拿回那笔钱 是 就大于你自己用你的debit card去买了 那所以可能大家 如果是买一些贵重的东西呢 Armason呢 那第一你要小心啦 你最好就是留在家啦 尽量避免他有可以偷到那样贵重物品的途径 是 第二就是可能用credit card去买呢 会安全一点的 不过 不过那个律师都说呢 曾经有人呢 就是向银行呢 要求拿回那笔钱 嗯 但是Armason呢 就提出反对 是 那不知道结果是什么啦 因为报导也都没有再讲下去的 那也都没有提出解决的方案 那现在暂时来讲呢 都还是处于客人和Armason中间周旋着 可能如果迟些再多些这些case的话呢 那就有机会可能集体诉讼Armason 我不肯定啦 那但是这类型的个案呢 我发觉是都越来越多的 就是久不久我都有时在那些comment那里见到啊 或者有些人问我啊 那很老实讲 我都没有一个解决方法啦 我自己touchwood自己没试过 我身后面有一部机 一部电脑 整部所有零件都是Armason那里买的 是的 但是我都发现有一个问题 就是一些呢 不是那么大众会买的东西呢 可能货量比较少那些呢 它很迟先到 就算我有Armason Prime 它写明是Prime也好 是的 它都整个月才来的pass都敢死 是的 亦都试过是 亦都试过是 它说来了但是没有来到的 是 都有这样的情况 但是我通常我打电话去客服呢 它都会再re-deliver那样东西给我 我就没有试过一个情况就是拒绝我的 是的 但是我听不少有人说是有这样的情况 不过呢 那天呢我们也有见到 好像是DPD送来的 他突然叫我签名 我说咦 现在还要签名 因为自从Covid之后 都不用签名的了 是 他拿来给我签名 我说现在为什么要签名 他说是的 因为最近很多人呢 又说收到件又没有收到件 或者是收错件 所以现在公司要推出 要签名 可能翌日Armason也可以推出 是 因为它有个Covid 譬如你买的东西是贵重的 假设你买了 好像昨天那样的 那部PlayStation很划算 那样 虽然我买不到 但是我希望大家都买到的 哈哈 你买了个PlayStation 他就会传个Covid给你 是 是 然后你要跟那个Delivery Driver 对个Covid 是 他才会给 和Driver不知道你有什么Covid 他要进去才知道 是的 他要进去才知道 可能这样就会比较稳定 很麻烦 但是你偷龙转缝那部分 就没得给了 很老实说 对 还有有时候可能有些东西 是便宜一些的 他假设给了你 然后拿走 你又没得追 那这个是一个问题来的 其实呢 以前的Armason 刚刚英国兴起那个时候 就是Prime那个年代 刚刚有的 其实就没有这些问题的 那时候呢 你怎样跟他说 说不见了那样东西呢 他将来都会免费送给你的 那就很多人呢 不用给原因 是啊 是啊 连原因都不用给的 以前是 我说的是四五年前 但是那时候 就很多人滥用这一样东西了 是不是都说收不到那些东西 不是滥用啊 我记得有一次 我不知道买一只Game 我说 咦 为什么我还没收到一只Game 他立刻就传回给我 然后我又再收到一个 然后我说 我收多了一只Game 他说没所谓 你留下了 我说咦 即是同一只Game 推了两次来 都是咦 我有跟他说 他说叫你自己保持住 那我没有 可能他觉得自己做了老衬 做了太多年 现在走去另一个极端 那没办法 那你又难道 因为这样你又不用他 又很难咯 但是我觉得就是 你可以小心的 你尽量小心 但是呢 他会要求你拿 Crime Reference Number 警察是不会给的 即是有很多人试过的了 即警察是不会调查这些事件 也都不会帮你出信的 那个 Number 会不会给你 我不肯定 但是他一定不会帮你出信 去证明你是被人偷了那样东西 即是大家有个心理准备在那里 寄去Locker那里 会不会安全一点 都会的 寄去Locker那里 但是你也是解决不了 偷龙转缝的问题的 但这个就比较少的 讲真就 即不是说是那么常见的 那除了这个之外 其他的那些 应该一切都能解决到 即是如果你 即是那么怕 贵重物品的 你就寄Locker 那些Locker 很多超市都有 但就麻烦一点 你要自己去拿 但都未尝不是一个解 也挺方便的 未尝不是一个解决的办法 但其实很无奈的 即是很多网上delivery 都会出现这些情况 是啊 都不只是Amazon 是啊 不只是Amazon 其他的那些 分分钟是更加恶劣 那但是 即是没办法 现在一个网上世代 难道你因为这样 而完全不在网上买东西吗 即是很难啊 你要自己拿平衡 好了 第二单新闻 其实我都想讲了几天的了 不过一直都未有机会 那就是关于英国的税局的HMRC 那原来在去年的暑假的时间 他们就提出了 就今年不如呢 就将这个不是交税的旺季 例如是夏季呢 就将他的电话服务呢 就完全关闭六个月的时间 是 即是放暑假 但我是不知道 原来英国的暑假 是有六个月这么久的 因为大家都放过来两个月 他放六个月 那他的意思呢 就是因为呢 大家交税的时间呢 都是集中在一月份啊 那些日子啦 是 12月啦 那些高峰期 那到你夏季的时间 那些不是英国的交税的季节 那当然有人是那些日子 比如可能在公司啊 那样东西 那你自己都有会计师啊 去帮你处理啦 那所以呢 就觉得呢 那段时间呢 就可以是剪掉了个电话的服务二线了 那有任何问题呢 那你就只能够靠他的online的chatboard啊 或者email啊 这类型的途径 才可以找到税局 那但是呢 他这个计划呢 一宣布了不久之后呢 那其实呢 在年底的时间 去年年底 就进行了一次评估的 但是那个评估呢 就没有任何结论 究竟这件事情 对于 对于市民是造成好处啊 还是坏处 那税局的表示呢 就是说 因为呢 每一年大家交税呢 其实那个 那个方法和操作呢 都是重复的 那你既然是重复 是有重复性的 你上年交过 你今年应该知道啦 那就不需要说 每一年都要特别去设一条热线 去帮助市民去做这件事啦 但是呢 我自己觉得就不是这样啊 是啊 因为 因为首先呢 你交税呢 你不是说 每一个人都是去年交过 今年再交的嘛 还有那个situation会变 首先 每一年移政移入英国的人 你现在见到immigration的数字那么多 那你都是希望那些人去交税的 那除非你全部新进来的那些移民 都是不交税的啦 那否则的话 的确是没用的 那但是 是不是可以啊 那你没有那么多 你只有那么多香港人进来 那些香港人都没交过税的嘛 是啊 那我出去打工我要交多少税啊 我要做小生意要交多少税啊 那其实真是很难回答的 因为我自己都是找会计师做的 所以我自己都不知道 那所以你说 对这班人来讲 是不是有作用呢 是的 那有些人他不想用一个 course 去找会计师 你打得不便宜啊 会计师一年要收你三千至六千磅啊 Dependent 你要做多少东西 那那个 course 分分钟就比你交的税 那你何必要去找个会计师呢 是啊 通常都是自己搞了它啦 或者是 不听了一些YouTube里面的影片 又或者是一些blog 那不是说他们讲的东西不对 就是正如好像我们讲 一些新的条款 一些新的法律出来 喂 你很难去保证那样东西 100%准确 还有 有时候你都知道这些条文 是有不同的解读方法啦 你得不到官方的答案的时间呢 你有时候你自己都会拒一拒 是啊 譬如好像一个就这样一个 简单的driving license 都可以讲了 讲了三年有多了 究竟是何时可以换啊 如果我是由另一个国家 换香港车牌 我可以换回啊 我回了香港学车啊 接着可不可以换回英国 就是有很多不同的解读方法 就是上次我说 回了香港 考完车牌 再由香港换回来英国 这个是行还是不行呢 有人试过不行 但是也都有人试过可以 那究竟是行还是不行呢 这个是政府部门的决定 就不是我和你可以直接答到的答案 所以如果它剪了由二线的话 这些问题 那去问谁呢 是啊 那你很多时候都会知道 那些checkboard 其实根本是 不是AI来的嘛 是低I来的嘛 就是完全不知道它在说什么 IQ零蛋那些checkboard 那你始终都是找个真人对答 是会稳阵一点的 另外还有 现在的税务的变化这么大 你那些NI又说cut了 接着你那个income tax 有很多人会跌了去40%的税网 就是本身是交20%的rate 突然间变了high rate 那它当然会多些concern 究竟我是实际要交多少钱 我这一节又计不计 那个allowance有没有 这些是一些很普通的问题 是啊是啊 那另外就是还有那些non-dom status 这个你今年来cut 你今年搞这么大堆东西出来 很多问题 肯定暑假超多人问这些问题 尤其是non-dom 那个部分 我自己都没清楚 很多人叫我说 喂 我不是不想说 就是那些detail的那些 我告诉你我反反复复 我看了不下十次那些条文 其实里面是有很多位呢 就是我很难给大家一个definite answer 那所以我为免说了出来 是会有误导的成份 我情愿就不说了 那我交给其他专家说 就会稳阵很多 那因为呢 税局呢在上个星期二呢 就宣布了说会在四月至九月期间呢 就关闭所有这些 自行申报税行 self assessment的所有的 这个电话热线的服务 那但是呢 就遭到公众强烈的抗议呢 那他们在不出超过二十四小时之后 在周三 上个星期三呢 就宣布会撤回这个计划了 那所以现在呢 仍然大家是可以 是打到电话去热线那里询问的 那因为呢 上去这个pnq呢 pnq呢 就是国会里面讨论的时间呢 那那些议员就质问 究竟这一段东西呢 是政府要求你去这样做 而去削减开支 还是你HMRC自己自把自为呢 是啊 就是自把自为 觉得这样可以讨好到高层 那你削减了货帮助了 这样 我觉得是不合理的 因为如果你现在是 在税收上面 你怕减少的 你是不是更加可以 放多一些资源 下去你的税局那里呢 是吧 这个部门收钱的 你没有人在这里收钱 你这个部门负责收费 老板他说 喂最近不行 我收回来不太对 少了 哦 不要紧 我炒那些收货佬 对了 不做 那就收少些货 那些货币就会对的了 是不是这样呢 那我相信呢 港大不想交税的市民呢 是表示欢迎的 那幸好啊 他都U-turn的快 就是一个急煞车 一个回旋处 兜回来就继续有个服务了 暂时来说就叫做 当没事发生过了大家 那问题来说 我又长远呢 因为他始终都是想 将所有东西变成online的嘛 是啊 那我自己个人觉得呢 其实你与其去想 怎样削那些热线 你不如将你的online 你不要说就是报税啦 任何这些这样的服务呢 你将它最大限度简化它 尤其是你现在有AI的帮助呢 是的 可以是全部都是以问题形式 那你是选择题答案 你选择了那个答案 那就是那样东西 就会好些咯 还有你可能呢 旁边有个flow chart 有个process的 我知道我做完step1 我下面step2是做什么 step2 接着step3是做些什么 其实好像你买验梳那样 其实你上网买车的验梳 都很复杂的 是啊 但是大部分现在穿了八成 我相信买insole 你都是上网自己click的 你都很少打电话去 我打电话是很烦的 等很久 最大的问题是 为什么有时候要打电话去呢 因为打电话的价钱 跟你上网click的价钱是不同的 是啊 是啊 有时候也是的 黑人争就黑人争在这里 还有有时候你的import车 可能上网找不到 你打电话去又有那个款 可以帮你人手menu click 那这些情况你就要打电话 否则其实我上网都解决到 那你那个过程都很复杂的 但是别人就是 那个显示模式是清楚的 那你可以知道你自己在做什么 那其实我有时候觉得 就是这些网上服务 它改变一下它的system 就是令到大家是很简单很容易明白 不用说一定要很认识IT的技能 才能做到那件事的 那我都可以省下 不用请会计师自己搞了 好了 Anyway 那么今集的节目呢 去到这里差不多了 刚才我提过Armazon的产品 我都会是放一条link 在description box 大家可以就这样click进去见到的 那如果喜欢看我们的影片 记得like share subscribe 按下钟仔 那就知道我们下次什么时候出片了 下集再和大家见啦 拜拜